为什么吃鸡不加入汉阳造步枪呢? 汉阳造步枪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主力枪械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大量使用汉阳造 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呢?原因有两个 一、性能太落后了 汉阳造步枪是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 于1895年研制 使用7.92毫米原弹头、无烟火药 BG使用的是7.92毫米子弹 威力肯定还是很大的 但其他方面就不行了 子弹出速只有640米每秒 太慢了 弹容炼为5发也不多 有效射程仅为300米 对现在来说真的是不够看了 射速也是相当慢 除了伤害高真的没有优点了 这些加入也不会有人用的 二、汉阳造是98k的弱化版 汉阳造步枪本来就是仿制的德国1888式委员会步枪 所以外观和游戏里的98k是相当像的 而且各方面性能都是98k的弱化版 毕竟98k是1898年设计诞生的 是1888式步枪的升级版 已经有型号更好 各方面更出色的98k了 不可能再加入汉阳造的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